哈喽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阿阳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虚无传第39集 不得不说 这沼泽地上牛还真多 阿阳 问题来了 为什么沼泽地会有那么多奶牛啊 这有什么问题吗 牛不就喜欢待在水的附近吗 不对不对 那叫水牛 这边全是奶牛 还真是啊 我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但是管它呢 不管是水牛还是奶牛 能给我牛排吃的就是好牛 可惜这离家有点远 本来我应该把它们全部都带回家去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 现在只能就地解决了 哎 这又是什么怪 我去 亲人怪眼神是我惹不起的人 果然头上带来两把刀的家伙都是有点东西的 不过这个啊 比齐梅拉和恶陆好多了 六级狩猎等级就可以解决他们了 这是不是说明 魔力克可能就在附近 嗯 有可能 不过在这之前啊 我们还是先想办法逃离这几只怪都是一杀吧 哦 暂时应该追不上来了 还是要再夸一下这个贺铁套的 果然坚挺 被胖揍了一顿都没怎么掉血的 哎呦 溜了溜了 换个方向 忍不起 过去 你又是从哪冒出来的 你还回到 赶紧跑啊 哎呦 受不了了 你们两个长崖兽也来凑人拿去过分了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啊 哎 怎么一溜烟就跑没了 嗯 看来你们还是挺识相的嘛 哎 那边好像有个长得像河童一样的家伙 哦 还打到自己人了 长崖怪竟然不还手 还吓得开始乱窜了 哎 算了 我下去帮他们一把 哎 大哥 你还是算了吧 我打不过你 我给你磕头了 你放过我一马吧 不行 我得把自己搭高一点 我算是看出来了 和你们讲道理啊 肯定是讲不通的 没办法了吧 果然是你长得比较善好 我知道他身边他都不看我一下 来来来 我跟你们唱首歌哈 谁扔过眼神 遇上对的人 哎呀 打住打住 谁和他遇上对的人呢 我现在巴不得把他给撕成碎片呢 一眼都不想看到他 哎 你看这傻子 我都吓来了 他一个劲儿在那蹦 这职场也没谁了 喂喂喂 大哥 我错了 我刚刚那些话是骗人的 你一点都不傻 哈哈哈哈 让你说人家坏话 扔脑人家了吧 哎呀 看来还是把自己搭高安全一点 哇 神呐 救救我吧 我再也不想被这些玩意儿给追杀了 哎呀 你看 我突然之间身上多了一把枪哎 你怎么老是身上会出现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我才知道 我这枪长得好像S686哎 你说那个喷子吗 你拿上来给我看看 来 给你 棕色冲击者 伤害只有5 这么低啊 攻速也是非常慢 这枪看上去没什么用啊 试试能不能射击 哎呀 毫无反应 看来这把枪和那把月光不一样啊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